那没有关系啊 我们现在输你没有问题 我们都愿意吞下来 吃下去 但是未来 你看着好了 对不对 你还跟我讲一千案 未来我们会提两千案 三千案我们都提 大家走着瞧 柯总召讲的长篇大道啊 我听听啦 长篇大道 那我想其实我们 你讲党产讲很多 那其实国民党 我们立法院党团老早 就有做一个决议 我们不care党产 问题是 你今天所立的法 都是民进党委员提的版本 也没有行政院版本 也没有民进党版本 那这个委员会 又设在行政院下面 整个法里面的内容 我们都知道 方腔走板 而且是怎么样 他是人家是无罪推定论 他是已经把你设定 你绝对都是有罪 我们今天care的是这一点 认为说 你要立一个法 为什么设在行政院下面 行政院不敢提版本 那个民进党也不敢提版本 而且每一条文都有修正动议 都是民进党的意思 那也不敢来面对这个心虚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其实在当下 因为民进党你们人多 加上时代力量 那加起来总共有74位 所以说怎么搞 你们都可以过 那我认为说 我们不care这个党产 包括党中央都跟我们一致 问题是 你修的内容 不公不义 不正不当 我们今天真的是真这样子 那我认为说没有关系 你反正就是多数嘛 多数决多数暴力嘛 我们甚至于在促传的时候 连修一个字都不行 我说那修一个字都不行 那干脆就整本 整条整本 这个法律就一次表决就好了 对不对 这个不是多数暴力吗 那老柯柯总召说 怎么样怎么样 讲的一大堆 过去国民党都是尊重小党 那时候我们人多的时候 但是你们现在完全不是这样 反正你不行 我就是表决 不行就是表决 这个就是多数暴力嘛 那没有关系啊 我们现在输你没有问题 我们都愿意吞下来 吃下去 但是未来 你看着好了 对不对 你还跟我讲一千案 未来我们会提两千案 三千案我们都提 大家走着瞧 然后今天 我们不会签字 因为我们党团大会还没有开 今天不是说你决定怎么样 我们就怎么样配合 等我们党团大会中午开过以后 然后要协商再协商 今天我们不会签字 我很清楚的表达 我们今天不会签字 那明天堂外会你们继续弄 但是我们党团大会开完以后 我们再来提 好谢谢您委员 我们请李总召 李红金总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